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我是李國慶 港鐵刑警恐錯,留意豬肉板塊 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跌了131點,收報28461點 成交很少,只有605億 港股今天延續過去一個星期牛皮上落的走勢 大家看看恆子的走勢圖 可以說是橫行代變 今天低開之後跌幅收窄 最後跌131點 繼續保持在27985,就是大概288 到28715,就是287 這七八點的波幅範圍之內 暫時仍然沒有方向 大使牛皮代變成交一直縮 很多投資者都可以說是沒有了心機 放假的就放假,大家無心亂戰 事實上受到很多因素影響 其中一個因素大家要小心的就是 內地股市有機會轉弱影響到港股 大家看看上證指數 不升不升,上證指數今天跌了1% 1%就不算特別多 不過你看得到下市緊條 上升軌,2萬9千關 這個關口呢 因為上次其實已經是震了震下來的 不過那一天呢 即是公佈GDP那一天呢 7月15號這一天 一公佈完GDP呢 就抽上去 但是呢 就沒有彈到起 彈不起之後呢 現在會過多兩天 又滾下來 不排除它會跌穿 跌穿的話呢 真是跌穿這條升軌 收在2萬9之下呢 要小心 要小心 上證指數呢 或者內地股市呢 有機會是轉弱 不需要等到呢 它跌穿這裏 那它有機會轉弱 當然啦 它未正式跌穿這個前浪底 大概2800呢 又不需要轉紅燈 不過呢 這個開始 又是戒備了 那已經本身是黃燈的呢 就戒備多些少了 深淨成分股指數呢 情況類似都是這樣 不過它呢 就沒有那麼低 即是上證指數呢 低一些的 大概在這裏 好像大概等於這個 8800這個水平 是低一些的 深淨呢 就好少少 但是都是跌 今天還跌幅呢 都幾多的 有1.6% 不升不升 跌了那麼多 又是啦 這個是5月15號 那天的低位 先低後高 那天是公佈GDP 但是彈了上來之後 彈不起 彈不起 現在回落 如果跌穿升軌的話呢 也都是啦 要小心 那由於內地股市轉弱 所以你看看港股呢 有機會呢 它可能下視回 之前這個 大概2萬8區 就是這個 之前浪底 27985 或者呢 是5月15號那天呢 就是內地公佈GDP那天呢 我們曾經跌一跌下去 那天呢 就是最低28071點 這個呢 就是大概2萬8區 如果這次回落 又要考完 好了 大市的形勢 就是短期呢 在一個雜波幅範圍那裡上落 不過就比較偏遠 可能會回市2萬8 那這個分析了大市之後 講回今天的題目 就是先講這個 港鐵 港鐵刑警啊 恐錯 怕它會跌 那今天港鐵呢 在這個收市之後呢 公佈了刑警 首先這隻股呢 近期持續上升的 今天最高的時候呢 見過55.75 收55.7 那一級級這樣上啊 上了那麼多 但是突然間你發營警啊 就說要撥備 沙中線要撥備 大概20億這樣 那應該可能會影響到 明天的股價的 那固然啊 這個上升軌呢 有機會被跌穿 好了 那由於其實這陣子升上來呢 就不是因為鐵路那些問題 是因為呢 就是大家看到樓價這樣上嘛 那它是最大地主來的嘛 它其實在未來幾年呢 最多樓出的就是港鐵啦 那所以呢 就看好它這個部分 一直這樣升上來嘛 還有它都 都叫做OK啦 因為準備低息時代 那所以一直升上去 如果這次一刷 刷下來低的話 去到幾低呢 如果真的去到50元的話 以下 那就可以 又想想了 因為它就是說 跌回一成 那就很好啊 可以低一成來買這樣 那如果沒有跌那麼多 那怎麼辦呢 那我覺得其實呢 跌到52元 就是低於這一天的低位呢 52元之下呢 就是跌半成左右呢 都可以是考慮的 因為這次的刑警呢 如果20億也不算很多 不過整件事最大的問題 就是政治上高 其實呢 那些港鐵的管理就很有問題 它現在樓市賺很多 但是呢 在鐵路上高呢 就 真是一盤爛漲來的 搞極都搞不定 那真是 委任很多 連馬士坑那些都搞不定 那 都總之一盤爛漲 在那個部分呢 就是 講真應該要插到飛起 那些要換很多人 或者應該是要 真的有一些 就是 總之是要交代的 那 但是呢 它在樓市那方面呢 發展物業那方面呢 那邊呢 那邊是做得好的 因為這個大型不小的 現在呢 其實很多的 證券行都有分析 就是說 香港現在的政治事件 可能會影響樓價 不過 搞到呢 就是樓市 就是土地供應方面呢 就更加短缺 因為很多公司合營那些 都卡住在那裡 很難談 明天大魚都不知道 搞不搞得定 就是總之土地更加短缺 那所以那個樓價呢 又 未來的樓價呢 其實呢 都可能呢 站在高位 就算不升 都很難說 因為短缺情況下 很難說會大跌的 那對這個港鐵呢 因為它是最多樓吹出來的 都還是有利的 再加上美國都是在減息 那所以這些有利 這次事件 如果跌下來 大概五十元之下 就是大概跌一成 我覺得呢 是可以 後低級立的 這隻股份 所以它急錯的話呢 就不是說一定是壞 首先利益申報 這個時候講到這裡 都要講 我和家人都沒有持有港鐵的 所以我就不是說 它跌多少就好 所以叫大家買 純粹是以圖 以這個勢來論的 好 港鐵之後呢 另外一個要和大家講的 另外一個板塊就是 豬肉板塊 那豬肉股呢 短缺了 豬肉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 那這個不是我講的 就是呢 內地呢 其實就已經講到 說豬肉呢 由於豬溫 就是會短缺 那也都有大行這樣講 高盛就發表研究報告 就說 考慮到非洲豬溫呢 那個周期性的影響 A股市場部分農業股呢 具有投資吸引力 那就是這個豬肉股那方面 都有機會升 那刺激到今天呢 就是雨潤 就彈了整 35%上來 最終 35% 哇 這隻跌到殘到飛起的了 那這些 突然間豬肉 就彈到 彈上來 那這隻股的基本質素 就沒有那麼理想的 那所以呢 這個 除非你是短炒 投機性 否則呢 就不是首選 那中糧肉食呢 今天 都有一些升 就好像想挑戰這條下降軌 那這隻股呢 其實今年年初 又升很多上來的 就差不多升了一倍上去 那然後又回回來 就是由三個幾回回來 兩元邊 都跌得幾多的 現在開始有少少人想反彈 那如果它站得上去上升軌之上呢 呢 就可以 想一下 就是投機 很投機的就是雨潤 那這些講得明投機 大家要撿山的 如果你說 想買中糧肉食 就算是中糧系 都比較穩陣一點 是吧 都叫做好一點 那這隻股呢 有機會呢 衝上去 試回前浪頂 那如果真是豬肉股呢 香港有一隻藍醜股 萬洲國際 是吧 這隻股呢 沒有升那麼多 不過這隻股如果真是豬肉升呢 應該對它都是有利的 不過它真是 為什麼又上不了它呢 就是中美盲利佔那些呢 影響到呢 但是我覺得如果它回下來 這條上升軌呢 大概七元邊呢 可以考慮的 因為呢 內地啊 豬肉價格呢 法國委說 下半年都還是有機會催升的 所以應該都是有利他們的 好了 總結而言 港股呢 近期呢 在牛皮上落 不過呢 A股有些偏遠的跡象 不排除呢 各恆子呢 都有機會回來了 回回到大概兩萬八邊那裏 那麼呢 如果港鐵呢 刑警之後明天如果下跌 或者最近下跌 下跌到五十元以下 可以考慮 另外可以留意一下 豬肉股的 我都是沒有持有以上股份的 好了 今天分析是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